在韓國有著超人氣的曼卡偶像 短尾矮袋鼠Kwaka 以及夥伴名花糖Bobo 醒腳來到高雄戰略庫 聽聞到消息的粉絲群眾 早早來到戰略庫 就是為了一堵主角們賣萌的魅力 據我所知 他的粉絲受眾蠻多的 然後他叫做短尾袋鼠 然後這個作者他做的是非常的像 他們家就是特別可愛這樣子 然後他有結合一些動畫影片啊 喜歡他很久了 真的 而且通常就是要看到他 都是要去那種就是什麼台北啊 很少就是幾乎沒有什麼在來高雄的 而且就是本身就高雄人 可以直接在高雄看到他 很興奮 這次是DinoCan 韓國的大IP 這個叫做Diamontine 第一次進駐高雄 那麼這個當然是疫情之後呢 其實大家都在倡導這個療癒經濟 的確這個在我們的人心的撫慰上面 或是這種可愛的風格 然後在陪伴 然後可以讓大家心靈得到安示 全新呆萌町官方快閃電活動 已經在全球各大城市展開 高雄則是亞洲區第四站 展示區打造成森林探險風 完全復刻了Quokka和Bobo 在森林中找尋保障過程的場景 而入口處同樣吸睛 民眾可以加入兩位主角一起火烤棉花糖 拍照打卡感受體驗一下 進入二次元的幻想旅程 快閃電內除了有販售主題商品外 也有韓國超夯拍貼機 吉祥物高雄雄更是搶著來拍照和體驗 耍廢賣萌樣樣來 喧賓奪主下也要和主角比可愛 也確實搶了不少風采 這次好像展期真的是蠻短的 那時候可能這個月薪水都放在上面 本來就是很喜歡他的東西 然後家裡也收藏很多 然後因為之前都是在北部 或者是說還要特地去韓國代購 那這次很難得在高雄 所以就會特別想要多買一些 戰惡庫外 七公尺高的主角氣球裝置 更是將可愛放大到數十倍 吸引許多遊客目光 連來到戰惡庫觀光的長輩們 雖然直白表示不認識 但還是拿起手機給他拍照拍個不停 反正到此一遊 可愛就好 很剛好 今天剛才來高雄 剛才去讀這個 就知道這個韓國來的 所以從這裡來看看 到底他跟這裡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看這兩隻現在看的感覺 很可愛 很單門很單門 除了有快閃電之外 還有這個大型的這個七米高的汽藕 可以給大家拍照 然後結合這個我們高雄輪船公司 我們也把一艘輪 專扮成這個Dynotan 呆蒙丁的專屬的這個輪船 讓大家可以一起搭載幸福 在這一段時間之內 大家都可以來這邊體驗拍照 然後跟我們的韓國的好朋友 我們這個可愛的Bobo 可愛的Quokka一起拍照 這次呆蒙丁高雄快閃活動 只停留有18天到11月10日子 主題視覺也有彩繪上奇境渡輪 超呆蒙可愛模樣 也為高雄港往來遊客 增添許多歡樂氣氛 記者李佳龍高雄報導